对美国来说 2022仍是不平静的一年 我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首先是俄乌冲突 美国带头在地缘政治上施压俄罗斯 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 俄乌冲突升级后 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 本应该促谈劝和 但美国为了一击私利 却不断红火交游 致使事态发展到今天 其次是通胀 6月份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飙涨9.1% 创下40年来新高 全年通胀水平 维持在高位 给底层民众生活带来困难 半岁二代的是美联储7次大幅加息 使当前利率达到15年来新高 大幅加息带来美元的升值 严重冲击了国际金融市场 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把美元霸权体现得淋漓尽致 被普遍认为是美元再度收割全世界 第三是中期选举 这是今年来关注度最高的 美国国内政治事件 尽管此前普遍预计 共和党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但结果却仅以微弱优势掌控众院 而民主党也勉强保住了 参议院多数席位 今年的竞选支出 达到创纪录的167亿美元 再度展现金钱政治的本色 此次选举之所以如次胶着 与两党从自身利益出发 为选票取悦特定群体 而推出的偏激理念和做法 有直接关系 这让很多选民对谁都不满意 这也为两年后的总统大选 留下了悬念 第四是党争加剧 党争年年有 今年特别狠 从民主党对国会山骚乱 和特朗普本人的调查 到共和党攻击民主党 进度不力 最为离谱的是 德克萨斯等共和党州 把数万名南米移民 运送到纽约等民主党控制的大城市 甚至送到副总统 卡玛拉哈里斯的加密口 党争的加剧 必然带来政治激化 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 前所未有 第五是芯片 拜登政府不仅没有 像专家预期的那样 取消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 反倒以国家安全为由 连续推出禁止向中国出口 高级芯片 以及制造设备的措施 并将众多中国公司 列入各种名目的黑名单 这种为遏制中国发展 而做出的 杰斯底里斯的反应 纯述损人害己 不仅不利于控制国内的通胀 而且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 展望来年 首先要关注的是 美国能否控制住通胀 美国经济会衰退到什么程度 其次 在即将迎来 下次总统大选之际 党争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与之相关的种族歧视 非法移民 毒品控制 疫情防控等问题 会否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第三 美国会否调整对俄乌冲突的态度 让这个令全球担忧的冲突 能够通过和谈解决 第四 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 美国会否放缓 对中国的科技围堵与打压 这对全球供应链 能否正常运转 来自世界经济 能否稳步复苏影响巨大 此外 美国联合盟友 对全球能源市场秩序的破坏 能否得到修复 对全球经济运行也至关重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